嗯哒哒 请全国人民作证 五年之内 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 董明珠 董总 输我一块钱就行 格力是一家非常出色的企业 就是在1000亿以后 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 非常高的利率 但是它要是跟互联网企业 比增长率比规模 它是必输 这五年内我们搞定的 概率是非常非常之高 它一定会有 这不是我们的居住都能干 它后来就是这样的 后来是用先进的生产力 是吧 先进的基本上落后了 落后的就是做到极致也是落后的 所以呢 我当时就说 要不我们就赌一块钱的 是吧 这个赌多了 当时大家说当当真 是吧 我告诉你说啊 你这一块钱啊 不要在这说 第一我告诉你 不可能 第二要赌不是一个意义 没关系 我们改到十块钱 所以我不知道 董明珠当真还是不当真 但是 格力做得再好 是传统加电梯 这个走路看手机才是坏习惯的 你看到也要说呀 我看到我肯定说 下班的时候 这是下班的时候 不是对他自己不好啊 但都是这样 他们自己在技术领域的 这些人的手机上班 都不可以带进去的 必须在你们家手机 那下来肯定就全部是我们手机 你用的是你们家手机吗 是啊 只能用你们家手机 等会给你看一下我的手机 好 你们原来某机场有个安排吗 没有 就今天上午因为都不会 就没有安排参观 这么多的人 跟字幕传统 你们在筹 Finn